我們今次去台灣的行程是超感密的 三天兩夜 三天都去全程式 嗨 大家好 娃娃姐 今晚我又要去旅行了 而今次的目的地就是台灣 平時我都會去台北 但今次我要去台南 而且是一些超級大自然 很遠很遠的地方 這個地點我想大家都未必聽過 因為我也是今次才能接觸到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記得看下一條影片 我以為三天兩夜戴個小的都行 誰知我最後戴了一個這麼大的 裡面已經放了我這三天兩天要用的東西 拖鞋 化妝品等等 事實證明 你去三天還是七天都一樣 只不過衣服大小了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買這些一次性的妝毛露 妝露那些 它很小包而已 我想兩天的份量 然後我就和我妹妹一起用 就不用說經常要買補充妝 其實基本上這些東西都收拾了 是差一些衣服 那衣服為什麼要留到現在跟大家說呢 因為我之前在台灣網購了一堆衣服 就順便和大家分享 在這間店裡我跟身邊的人說 我在台灣網購 他們就馬上說是不是ASRAE 是不是ASRAE 然後我心想 原來這麼有名 然後有些朋友說 其實說到台灣網購 他都會想起這個網站 所以謝謝ASRAE這次找我合作這條影片 那我就在網上選了六套衣服 還有兩對鞋 斯文 休閒 小性感都有 其實上次在長洲 我已經急不及待穿了一套 也有很多觀眾說很漂亮 就是在這個網站買的 我都忍不住出了一個IG帖 它的品牌是價錢合理 款式造型都超級多 就是它很性感到很斯文 它基本上就算是不同風格 它在裡面你都會找到你想要的款式 還有一些我接下來要介紹 我就是有衝動去包飾 好 今次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開箱 到底我台灣網購買了什麼衣服 第一件就是這件純白色的上身T-shirt 如果你穿低腰的話 它還可以露腰的 正面這裡還有一個金屬的圓形圈 還有兩條不對稱的帶 可以穿過頸子 簡單得來又有造型 而且這個材質是非常柔軟和有彈性 這件衣服超級白搭 另外我還選了一條高腰的牛仔褲 我想說它們的牛仔褲下身是超級幼瘦 如果有女生的骨架和我差不多 你又想穿一些FITSUN 穿得出來可以很顯瘦 真的極地考慮這個網站 高腰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它可以拉長我們個人的比例 好像對腳拉長了一樣 而其中我覺得很推薦 就是它的面料非常舒服 我已經私底下穿了幾次 洗過幾次 它的面料仍然是非常柔軟 很有彈性 而且好小牛仔褲可以做到這個鬆緊褲頭 而它就做到了 它這個是一個收肚腩的褲頭 有兩顆扭 扣一扣就更顯瘦了 它後面這裡有一個V字的車線 穿上去 你的屁股就看上去再小一點 再蜜桃一點 它大腿的車線是向前車 所以你看上去大腿就會更加瘦 比例是再小 它會將視覺集中在屯峰位 皮股會再更加立體 這邊的車線是為了收起我們這些 抖出來的肉仔 多出來的肉往後面推 就更加瘦了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它們下身的衣服 就是我覺得它所有的細節位都做得很好 即是一條褲它都幫你想好 如何收腰、長腿 如何令到皮股的形狀更加漂亮 它的網上也有鞋子買的 如果大家認識我的話 都知道我偏好這種鞋款 這個鞋款叫做洛福鞋 我用這雙鞋搭配了五套衣服 首先它是一個口底 那些小小粒的人是必備 它是一個軟皮 所以你穿上腳是不會硬斑斑的 加上它這個金扣 看上去就更加好像有復古的感覺 我對上次去長洲和平日出街也有穿 就不會看上去純黑色好像很普通 然後第二套就比較休閒 雖然我沒有做過色彩鑑定測試 但我自己覺得我穿藍色也挺漂亮的 自己覺得 所以就選了一個粉藍色的上身衣服 它是一個圖心嶺的設計 會修飾了頸部的線條 令到我們的鎖骨更加突出 而且衣服的下面就是一些皺摺的設計 視覺上就會覺得腰縮了就更加顯瘦 它修飾我們身形之餘 它的面料也是非常舒服 休閒得來也挺斯文 如果你穿一條長裙的話 看上去就更加優雅了 但我這次就選了一條短的牛仔裙 這條牛仔裙和上一條短褲同一個系列 都是超級顯瘦 而且它的料也非常舒服 如果大家覺得夏天穿高腰會熱的話 不用擔心 你真的猜不到這麼貼心 高腰這個部分它的牛仔布料是特別薄的 其他細節位跟上一條短褲都一樣的 例如這些瘦的地方 V的地方 車線位都是一樣的 而這套衣服我這次都配了這套黑色的鞋 它是超白搭 而且它還有白色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就到第三套了 第三套對於我來說 就是有一點點性感的 對於我來說 大家可不可以很熟悉後面 如果有看我Instagram 或者看我長洲的Frog的話 就知道我有穿過這套的 這套我穿完之後那天是非常多人說好看 下上衣服就是這條黑色的短裙 大家不要看它這麼普通 其實魔鬼在細節 只能夠說它們做下身衣服的時候 真的特別細心 當身打造了很多機能的設計 就令整件事更加修身 第一個喜歡的就是它裙褲的款式 就不怕走光 第二就是它這裡是做了一個9cm的腰頭 它這樣一下縮上A字的版型 這條腰就會看起來更加纖維 而它大腿這邊就做了一個開叉位 看起來就更加長 面料也是非常親膚和柔軟 它也不會很容易塗的 那時候的長洲其實都很容易下 但是穿上身它都很清爽 所以都很推薦 然後它這個一致領 你可以露出最瘦的地方 它本身裡面就是一個可以拆的胸墊 手臂這個位置就是做了一個鬆緊帶 所以大家不用怕大動作的時候 它會掉下來 正面和背面都有兩條銅色的車線位 就令整個剪裁更加貼 可能有很多人都會好奇 我穿這些一致領的衣服 到底我拆了裡面的胸墊的話 裡面可以有什麼內衣去選擇呢? 它這個店鋪有一個基本款的平口內衣 它的帶可以拆 也可以不拆 肩帶就是這裡 它外面這一層布是超級舒服 有三個優點 第一個優點是它可以很輕易做到爆雨的效果 第二就是防滑力強 第三就是它舒適度也很高 首先它這件平口第三是鋼圈的設計 那鋼圈會不會很不舒服? 它有一個貼心位就是它加了一個延長的扣 大家可以調整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 另外它們的F-bay是用一個軟素U型尾胸鋼圈的柔軟 而且它的支撐力是不會減少 你也不會說好像逼到骨一樣都很舒服 而且它怎麼可以做到一個爆雨的效果呢? 中間這個部分的隻身是做了一個膠疊型的設計 可以令你的胸部有一個集中托高的效果 而且它旁邊和旁邊都放了一個胸墊 一個就是皎型的胸墊 一個就是月顏型的胸墊 看看你個人的喜好想不想加這兩個 你放了之後就會有一個push up的效果 我最看重就是它的防滑能力 而這間也真的挺厲害 因為我之前也有買過其他店舖的 下一間它會一點點跌下去 是很沒有安全感 然後你時不時向上拉一拉也挺尷尬 但這件是完全不會的 它旁邊這裡整個布料都是一個防滑的布料 支撐力是非常足夠 而且可以剛剛好包到這個位置 做大動作的時候也不用怕它跌下來 材質是一個透氣的吸汗免料 所以你穿上是非常舒服 在罩杯裡面還有一些透氣的孔孔設計 所以夏天穿也不會很焗熱 因為我們夏天經常會穿這些屏口 因為它也不會一個很尷尬的三角形 可以更加貼合胸型 然後第四件就是最悠閒的 就是我身上的一件 它是一個狗狗的印花T-shirt 它是一個over size 而夏天穿我選了一條長褲 這條長褲我也是超喜歡的 它有一點點高腰 然後腰部也很舒服 它是一個直筒腰的構成 它的褲頭本身就是一個收腰的設計 整條腰是出色的 而且布料是一點都不厚重 因為有時候牛仔褲很容易就很重 這個是一點都不重 整個剪裁是非常利落和直的 整隻腳會收長了 因為前後雙排也有一個收腰的打折線 你不用怕穿到上身好像很大塊 反而它會把你的肉包好 腰出來 而且屁股的位置會托高 所以就是我為什麼這麼喜歡它們的下身衣服 特別是牛仔這一部分 它們做得很好 然後就到第五套 這套比較斯文的 它上身有一個泡泡袖 可以修飾我們的手臂 而且它也不會很緊 然後它這裏有一個漏空設計的肩膀 看上去都很斯文 它這裏做了一個收腰的設計 穿上身的時候它就更加瘦一點 然後下身又配了一條黑色顯瘦的短裙 這個也是高腰的設計 而且A字裙的設計 顯得你更加瘦身 而且面料仍然十分有彈性 大家看一下 所以它會包得我們更加好 收到我們腰的肉就自然更加瘦了 而且它裡面有一個細節位 就是它有一個開叉位在這個位置 鞋子這套我仍然是搭黑色的 那套黑色鞋我配了五套衣服 然後就到第六套了 也是最少女的一套 就是這件粉紅色的短袖上身衣服 為什麼我當時會選擇它呢? 近來很HIT的活跌結元素 它非常輕和透薄 你穿上身是緊身的 但它不會脫掉你的身體 而下身衣服我選了一個 學院風的八折西裝短裙 我要強調它是一條褲 它所有都是不怕走光的 你看它這個西裝免料都蠻堅挺的 它不會一坨東西變成梅菜 它不會的 而且它的八折的寬度也適中 而且它也有一個高腰的短裙 而最後一套的鞋我轉了 轉了這對銀色的蝴蝶結元素 我加了一個白色的短褲 看起來就更加Elegant 更加有層次 它方頭的設計就更加舒服 穿在它的空間 就讓腳趾不會太迫 如果大家是不喜歡穿高跟鞋的話 這個就適合你了 你日常穿也可以的 又不會讓腳太多壓力 它這對銀色的瑪麗真的很漂亮 你日常穿也可以 比較有Style一點也可以 好了這六套已經分享完了 不知大家最喜歡哪一套 我自己私心是最喜歡牛仔平靚那一套 因為它顯瘦得來 它牛仔的面料也挺帥的 加上裙褲就算大動作也不會走光 又顯瘦 另外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買鞋 我的鞋櫃是特地訂造的 我發現他們的鞋子也挺好穿 而且款式也挺多 今天穿的這兩雙鞋 是他們的網站也有得買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他們的網站 所有連結都會放在info box 還有留言區會有抽獎的資訊 那我現在就收拾行李 晚一點就去匯合我妹 早安 我們這次去台灣的行程是超感密 大家記得要看下一條片 三天兩夜 三天都是全程式 我昨天只睡了兩個小時 有這個橫切面 不夠 是這樣的 太薄了 然後它的芝士還要乾 不然是乾了 我去不回正確的位置 我妹已經準備好枕頭 準備睡覺了 我已經去台灣 就好像坐車去屯門 兩個小時都睡了 好了我們先睡一會 大家記得看下一條去台灣的影片 好了 這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front 相用來的 類似的 有阿兆 乖 利潤 FF 點 incl